駕駛猛踩油門 引擎聲哄哄作響 企圖開車落跑 援警不斷拿警棍 敲打車窗玻璃 拖 拖 下車 下車 女警瘋狂拍打車窗 大聲嘶吼 要求嫌犯下車 似乎就是要替 插點愛裝的立民女援警 出氣抓人 最到搞不清状況 明明打P檔 卻還想加速逃跑 兩台警車前後包抄 三名援警破窗後 立刻把駕駛壓制在地 身材壯瘦的男子 得觸動三名援警才抓得住他 男子否認衝撞警車 但畫面還原一切 早在警方抓他前 他近在北投大夜路上 疑似停等紅燈 九歲太累睡著 綠燈了還停在快車道上 女援警上前關心 他竟衝撞警車後 不過前方紅燈加速離開 有人在中山區的一間酒吧 喝調酒 他不知道調酒的效力 那麼濃烈 所以導致他回家的時候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為什麼開車還要喝酒 酒在上行 我會不會覺得對不起家人 讓家人很失望 酒廁直高達0.82的下駛 原來他是前北市議員 陳靜祺的獨子陳建志 32歲的他擔任工程師 沒有任何前科 如今前一晚和朋友相約在 林森北路酒吧喝酒 酒後勿示不但背負了妨害公務 和公共危險兩條罪名 也毀了自己大好前程 記者楊格鴻 陳台北採訪報導